Hello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东托邦 有这样一档节目,它打着新生态纪录片的喜好 在中国大陆霸平13年推出了整整19季 被称为是史上最长寿的纪录片是真人秀 是无数年轻人的童年回忆 很多人在观看时都会忍不住潸然泪下 这档节目就是变形季 如果你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80后,90后或者是00后 就算不是这档节目的真实粉丝 也一定看过几期,至少听说过 节目以短暂互换人生的拍摄方式 让家境优渥的城市孩子和条件艰苦的农村孩子 到彼此的家中体验生活 节目组说他们的本意是想唤起大众对教育贫富差距等严肃问题的思考 可是十几年下来,这档节目却在失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堕胎诈骗自残公主病 是与当年上节目的孩子们频频联系在一起的热搜关键词 变形季这档节目是如何将无数的孩子和家庭推向深渊的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2005年底,某卫视节目制作人李鸿莉被公快前往英国进修 一天傍晚,他在伦敦的一所小旅馆里打开了电视 当时第四频道正在播放着一档电视节目名为Wife Swap 换期,那是一档互换类真人秀节目 节目组挑选两个来自不同阶级的家庭 让他们的女主人去对方的家里做两周的主妇 李鸿莉看到这档节目之后顿时茅塞顿开 他想到如果能够在中国如法炮制 推出一档类似的接济互换式的节目一定能够赢得不错的收视率 回国之后,李鸿莉便开始着手准备 2006年9月,节目开播 李鸿莉给这档节目取名为《变形记》 与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著名小说《变形记》只有一字之差 卡夫卡的《变形记》讲的是主人公格里格尔变成甲虫的故事 而李鸿莉的《变形记》则号称是放眼看世间百态的窗口 在首期节目网变中 李鸿莉选了一个沉迷网络的城市少年与农村孩子互换的故事 一个是城市里富裕家庭里的网瘾少年魏城 另外一个是来自青海省普通农村家庭的高占喜 高占喜一家有五口人 父母没有文化也不识字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被困在大山里面朝黄土背朝天 高占喜的父亲早年因为意外导致双目失明 母亲则扛起了养家虎口的重担 长年累月的劳苦让母亲的身体也垮了 哥哥读完初中之后便外出打工了 每一年只回来一次 高占喜对于外面世界的了解 全部都来自于哥哥的描述 说到大城市时 高占喜满脸都写着茫然无措和局促不安 理发店里洗头时 他不知道原来洗头也是可以这么悠闲的 只要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头就洗好了 晚上新父母带着他去吃了顿在电视里才见过的大餐 高占喜望着满桌子的美味佳肴 一顿饭紧张到筷子掉了五次 但这种初来乍到的局促 很快就变成了适应和享受 为爸为妈上班的时候 高占喜会在家里面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电视 当有客人来家里时 问到他姓什么 高占喜说自己姓魏而不是姓高 很多观众都担心他会不会因此忘乎所以 迷失在城市生活带来的物质享受中 但是高占喜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交换结束的前一天 他得知了父亲摔伤的消息 脸色突变 已经无法安心待在大城市 这里再好终究不是自己的家 他向节目组提出了马上想要回家的请求 节目组问他为什么 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我的麦子熟了 城里的父母表示要资助高占喜读书 希望他可以好好努力考上大学 节目结束后 网瘾少年魏城回到了学校 高占喜则再次回到了乡野田间 为歌脉而忙碌 十年后2016年的夏天 他以600多分青海省理科第一名的考试成绩 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 也是村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院校的大学生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国防生 如今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武警排长 凭借着逆天改命的决心 高占喜走出了贫困的大山 成功逆袭 这档节目的第一期一惊播出 虽然人们当时还无法预测 两个孩子未来的命运走向 但是这种新颖的呈现方式 迎来了铺天盖地的好评 中宣部公安部打来电话来表扬 某卫视为节目组颁发了2006年1号宣传嘉奖令 有人可能会说了 那这档节目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呀 但是要知道一个好的开端 并不意味着一个完美的收场 事实上高占喜事这档节目中为数不多的美好 甚至被称为是这么多季以来 唯一没有受到荼毒的农村孩子 更多的农村孩子是在短暂地体验了 不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之后 在心里留下了自卑和不公的阴影 对原本的生活心生怨恨 虽然《变形记》的定位是大型青春励志生活类角色互换即时节目 但其本质就是一场真人秀 真人秀讲究的是戏剧冲突 其实只要多看几期就不难发现 《变形记》是有人设和剧本的 城市少年拿的人设是家境富裕 个性叛逆 挥霍无度 好吃懒做 不尊重父母等等 总之一句话就是那些所谓需要被改造的坏孩子 这种人设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 去夜店 泡吧 顶庄父母 街头斗殴 沉迷网络 剧情的开关是这样的 傅家子与家庭 学校 社会格格不入 头痛的父母希望通过节目来改变孩子的行为 紧接着傅家子被送往农村 期间会出现摔箱子 砸东西 语言暴力 肢体冲突等过激行为 甚至有网友调侃说 这么多期下来被城市孩子们摔坏的箱子 甚至可以围着北京三环一周了 随着剧情的发展 城市孩子被农村家庭感化后 幡然悔悟 最终回到城市与家人和解 父母感叹道 改造实在是太成功了 而农村孩子们拿的剧本是这样的 人设 品学兼优 自强 孝蠢 乖巧懂事等等 具体表现形式是勤俭持家 与父母一起干农活 家徒四壁依然不放弃努力学习 农村孩子的故事开端是 身世凄苦 家庭条件困难 还缺乏父母的陪伴和关爱 在节目组的安排下 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吃大餐 第一次住大房子 第一次去精英学校 第一次拍艺术照 总之都是他们未曾体验过的第一次 与新同学新父母的融洽相处下 对城市的不适应 渐渐转换为熟悉 紧接着高潮来了 根据孩子自身的背景故事 节目组会安排九位见面的亲生父母突然出现 感动认亲催人泪下 事实上多年以前就有观众质疑说到 为什么老天爷这么眷顾变形记的设置组 每一次都能够拍到如此跌宕起伏 又感人之深的镜头 其实用脚趾头想想也能知道 这些画面大部分都是导演引导的 或者是通过后期剪辑而实现的 2014年变形记第七季第二期的城市主人公 名叫施宁杰 来自一个富裕的单亲家庭 15岁的年纪 抽烟喝酒辍学泡吧 人称夜店小王子 因为父母的工作极度繁忙 施宁杰从幼儿园开始就住在寄宿学校 回家的时间很有限 每一次回家都是看到父母在吵架 父母最终也离婚了 2011年施宁杰因为各种违反学校纪律被开除 此后跟着妈妈在南昌生活 施宁杰的妈妈名下有一栋酒店 酒店旁边的加油站以及土地 也是施宁杰妈妈名下的资产 而这一期与她交换的农村孩子有两个 15岁的男孩蒋欣和9岁的小女孩王洪林 他们都来自陕西八仙镇 施宁杰则被送到了王洪林的家中 王洪林三岁时父母离异 不久后母亲改嫁 父亲外出打工 他就跟着长期卧床的大伯王多泉 以及爷爷奶奶生活 王多泉在1996年的时候 为了挣钱结婚 去山西挖煤 结果遭遇了矿难 此后下半山瘫痪 未婚妻也嫁给了王多泉的弟弟 也就是王洪林的父亲 要说这家庭关系也是够复杂的 节目开拍前不久 王洪林爷爷的去世 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王洪林年过六行的奶奶 成为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王洪林一家一年的收入 还不足一万块 这还不够施宁杰一个星期的零花钱 施宁杰最初报名参加变形记拍摄的原因也很简单 他觉得上了电视之后就能出名了吧 他很早就跟母亲阐述了自己的价值观 他说读书没用 自己要当明星 然而施宁杰还是低估了农村生活的艰苦 王洪林家是一栋建于80年代的土胚房 虽然王家为了迎接贵宾 早就把最好那间房间给收拾妥当 但是养尊处优的施宁杰捏了捏刚铺好的被子 嗯 有点潮 顿时就打了退堂鼓 跟编导说 这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要不不拍了回去吧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 施宁杰就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回家 按照这档节目惯用的变形曲线 城市小孩在农村闯祸的部分 往往是最刺激 最吸引人眼球的时刻 而施宁杰这一段完成的尤为精彩 至少从画面上看是这样的 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 施宁杰一脚踢飞了凳子 然后又把整张桌子踹翻 最后找来一个锤子 把王洪林家砸了个稀巴烂 此时想起的话外音是 迫切想要结束变形的施宁杰 全然不顾卧床的大伯和年迈的奶奶 任凭心魔吞噬自己的灵魂 放任自己在这个家里肆意打砸 打砸之后自然要赔钱 施宁杰就不得不下煤矿打工 白白的小脸被弄得黑乎乎的 和原本的夜店小王子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打了工钱也没赚够 最后还是当了手机 才给王家置办了一套新的家具 这次的经历仿佛让施宁杰一夜长大 不再暴力 临走时还给奶奶下跪 为自己的无礼道歉 此时电视机前的观众 无不被深深触动 可是镜头之外 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简单吗 《智族GCO》杂志于2015年对电视节目中的几位小主人公进行了专访 挖出了关于所谓变形的更多秘密 施宁杰说节目组为了让他继续拍摄 骗他说山里有鬼 还威胁说总导演蒋梁是特种兵退伍 发起脾气来是很恐怖的 甚至用烟进行利诱 让施宁杰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只要跑出名次就奖励三包烟 那次打杂是因为节目组逼他给王多泉洗头 施宁杰不愿意 节目组就告诉他说 如果你不愿意洗的话 你这辈子就回不去了 就困在这重重大山里面等死吧 节目组还不让他吃饭 不让他打电话 所有的人都在故意激怒和调逗他 本来就想要迫切回家烦躁不安的施宁杰终于爆发了 这一爆发正好合了节目组的心意 下矿挖煤就顺理成章了 那位没老板也是节目组事先安排好的 施宁杰问了一整条街 想要找打工的地方都遭到了拒绝 唯独走到一间洗车厂的时候 在那里洗车的梅老板就上来跟他搭话了 而外眉这番工作显然是不适合 四体不勤的施宁杰的 他刚铲了四五下就没了力气 不过没关系素材已经拍够了 剩下的梅还是导演带着设置组亲自挖完的 早就有人说过 真人秀的精髓在于四个字 设计任务 一个平淡的记录 如何让他变得波澜起伏 全靠幕后人员的功底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因为施宁杰后来拍摄时表现不错 拍完回到长沙时 一位节目组的设置人员还请他去嫖了个仓 要知道当时施宁杰还不到18岁 更让人毁三观的事情 还在农村孩子王洪林这边 王洪林和蒋欣被安排 进入了一所南昌市的私立学校 一天中午吃完饭的王洪林正在午休 突然被节目组给叫醒了 原来为了体现关爱的氛围 节目组安排蒋欣给王洪林洗脚 当时王洪林也没有很在意 可是节目播出之后 网上对他们骂声一片 说他娇气 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 就连《变形记》官方出版的书籍 也这样记录说 来到城市后 王洪林的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他居然变得娇气了 他不仅对年长的孩子遗旨气使 还让他给自己洗脚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为了节目效果 摄制组竟然找到了多年未曾出现的王洪林的母亲 王洪林母亲的身份对于王家来说极为敏感 他曾经是王洪林大伯王多泉的未婚妻 后来嫁给了王洪林的父亲 然后又离婚改嫁 最重要的是 王洪林自济世以来就没有见过母亲几次 母亲一直是他心底里不愿意揭开的伤疤 王多泉一直是拒绝节目组安排王洪林母女见面的提议的 怕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不良的影响 可是这一幕还是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 那是六亿儿童节前的一个周末 王洪林和同学在公园里游玩 亲生母亲迎面走来 旁边便是摄像机 母女俩上演了一出追逐 哭闹拒绝 最后抱在一起互相原谅的亲情大戏 王洪林说在整个过程中 摄像组一直劝他原谅母亲 否则就不让他回家 王多泉在采访直说 面对公主病的吐槽和大众对母女亲情的消费 王洪林曾经一度崩溃 整个人都陷入了抑郁的情绪 他愤怒地说 这档节目深深伤害到了孩子 摄像组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2014年就曾经有人发帖揭露过 我所知道的变情记第七季 帖子中说 城市小孩一开始被送到乡下 和山里孩子没有太多的交集 没有戏剧冲突也就没有什么可拍的 为此编导会鼓动老师 故意去挑逗或者是激怒城市小孩 打他骂他都可以 只要能引起或者是激化矛盾冲突 就有东西可拍 2014年变形记第九季 此间少年的城市主人公李鸿逸 被称为是变形记史上最帅 节目开播之后 便获得了八年以来的最高收视成绩 而李鸿逸在7月参加完节目 8月就开始禁组拍戏 如今李鸿逸在微博上 坐拥1300多万的粉丝 一次直播中他爆料说 当时变形记节目组让他签合同 让他们在农村里使劲闹 不闹就罚钱 反而是打坏东西不用赔 上帝造人只需要7天的时间 打着7天改变人生口号的变形记 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放在了上帝视角 未曾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 只要带他们看过大城市的繁华 他们就能够发愤图强 顽略不堪的城市孩子 只要让他们吃过苦 他们就会痛改前非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吧 那些年曾经参加过变形记拍摄的孩子们 如今都怎么样了呢 2015年16岁的少女韩安然 参加了变形记第11季的拍摄 那个时候韩安然十分的叛逆 1999年出生的她 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后来母亲再婚 韩安然就跟着母亲和继父生活 新家庭中继父对她很好 可是韩安然却脾气十分的暴躁 经常对父母大吼大叫 对继父更是拳打脚踢 除此之外 她还非常的热衷于整容 甚至将活到老整到老 当做自己的治理名言 到了变形记节目录制的尾声 韩安然痛哭流涕 对继父说着对不起 父女俩相拥而弃的场面 感动了不少人 节目里韩安然更是保证说 以后再也不整容了 可事实证明这句话也就是说说而已 变形记拍摄结束后没多久 韩安然就开始利用节目的余温 打造自己的人设 开启了辉煌的网红之路 19岁时 她已经在脸上动了33次刀了 她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日常 晒奢侈品 最重要的是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 狗血恋爱大戏 如今微博已经坐拥480万粉丝 2017年 韩安然认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 小猪先生 2019年未婚先孕 孩子出生时 小猪先生拿着手机在产房里直播 一边安慰老婆 一边和网友聊天赚奶粉钱 孩子出生后的两个月 两个人补办了婚礼 在婚礼现场 韩安然在线带货能力 她集结了一批快手网红 敬酒时卖酒 敬茶时卖茶 整个婚礼下来 韩安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在结婚后第8天 韩安然便和自己的丈夫 小猪先生展开了互撕模式 小猪先生甚至一度爆料说 韩安然吸毒 直到警方介入之后 才改口说是打错了字 2019年底 结婚证还没有污热的两个人 便官宣离婚 后来又经历了复婚 再离婚 再分别再婚 有网友甚至调侃说 这对夫妻最明显的特点就是 在我快忘记他们的时候 总会出现在热搜上 让我重新记起他们 还有变形记第五季的主人公之一 李奈月 是个骄纵蛮横的大小姐 在餐桌上会直接把菜 扔到爸爸身上 言语中可以听出 他对父母的恨意 他对着镜头说道 恨不得抽了爸爸的筋 扒了他的皮 如果爸爸死了就好了 这样他就能够拿到 大笔的保险金 很难相信这些恶毒的话 是从一个13岁的小女孩 嘴里说出来的 录制期间 李奈月透露说 他现在的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他在出生三天之后就被亲生父母给遗弃了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李奈月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的悲伤 但不代表他真的不伤心 他的蛮横不讲理 也许只是他表达难过的一种方式 经过七天的改造后 节目中李奈月表示要痛改前非 性格有了很大的转变 变得乖巧懂事 可就在变形后不满两年的节点 2014年1月 李奈月突然发布了一条自残的微博 上传了数张血淋淋的手臂照片 配文是 你看到后会回心转意吗 还在微博中说到 让我死了 死了就不会哭 不会痛苦了 经多方证实 李奈月自残的原因是失恋 这还没完 几天后 1月29日 李奈月更是发文声称要和父母断绝关系 说从此以后再也不姓李 闹剧过后 网友们都说 李奈月可能是变形机史上最失败的主人公吧 施宁杰就曾经说过 讲句真心话 我觉得去变形机的少年都不会改 面对志族GQ杂志社的访谈 他坦言说 要问这些年来他有什么变化 就是上变形机的时候 觉得奥迪TT和宝马不错 但是现在觉得自己更适合开法莱利和兰博基尼 最可笑的是 很多人发现参与变形机拍摄的城市主人公 都因为节目的拍摄而闯出了一条新路 那就是当明星 所谓流水的孩子铁打的剧本 就像某位时的资深制片人李哲所说的那样 参加过变形机的城市孩子 微博粉丝都是一百万起跳的 比起男团女团选秀 去一趟变形机可能红得更快 变形机第八季 远山的抉择中 城市主人公王静泽 刚被送到乡村时铁骨蒸蒸的说道 我王静泽就是饿死 死外面从这跳下去也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 可一转脸王静泽就被鸡肠鹿鹿给打败了 捧着一碗炒饭边吃边说道 哎呀真香 你东西我一口都不会吃以后 我王静泽就饿死了 死外面从这跳下去 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 真香啊 王静泽也因为这句真香 一时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 还被做成了网络疯传的表情包 后来王静泽接拍了京东的广告 当然了用的还是他的真香狗 我王静泽根本就用不着碎冰包 碎就碎了 我要是再用那点钱 就从这里跳下去 哎呀真香 网红主播韩安然 歌手兼演员何全谋 签约艺人李锦健 还有出演过不少电视剧的李鸿逸 说变形记是网红养成基地都不为过 要追溯城市孩子变形记的由来 就不得不提2012年变形记第5季 少年何仇的城市主人公易虎成了 他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富二代 极度厌学 为了一款新手机 就能跟家里闹的天翻地覆 但与此同时 与其他富二代不同的是 易虎成并没有那么的叛逆 脾气较为温和 还懂礼貌爱笑 节目一开始 易虎成和父母顶嘴时 可能还显得不那么讨喜 可是随着节目的进一步播出 大家发现 他就是一个爱臭美 单纯又善良的大男孩 通过节目所谓的改造 易虎成懂得了感恩 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不义 还在乡下交到了一个好朋友 一个名叫小黑的可怜孩子 他们的兄弟情感动了许多观众 节目播出之后 易虎成一夜爆红 瞬间收获了200多万的粉丝 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团 此后易虎成经常出席公益活动 还会回乡村看望好友小黑 一度被评为是变形最成功的少年 不过他依然不爱上学 放弃中考之后决定创业 开影视公司 开淘宝店 开苹果手机专营店 当起了老板 可在2017年网上突然爆出 易虎成向粉丝借钱几十万 不仅不还 还把催账的粉丝拉黑 甚至在言语上威胁辱骂粉丝 很多借钱给他的粉丝 都将希望寄托在了易虎成父母的身上 可事实上 易虎成父亲的公司 也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了 根本就无力偿还债务 最终愤怒的粉丝 把易虎成告上了法院 易虎成被拉入了社会失信人员名单 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赖 从2006年首播到2019年停播 《变形记》19季来参与拍摄的农村和城市孩子 加起来有数百名 而比起城市孩子来说 农村孩子们此后的命运才更是令人唏嘘 剧组甚至作为一档主要拍摄给城市人看的节目 自然城市少年跌宕起伏的改造 更具有话题性和代入感 作为节目制作人之一的谢迪奎曾经表示说 《变形记》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造的一剂良药 专门治疗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从这番话中也不难看出 改邪归正的城市孩子才是故事的主角 从某种程度来说 农村孩子只是一种陪衬和药引 2012年与一虎城交换的农村孩子 是来自云南省思茅的家境贫寒的吴宗宏 只因为他在节目中说了一句 我觉得城里爸爸挺大方的 后来就被误传说吴宗宏多次向城里的傅爸爸借钱 导致傅爸爸不得不将吴宗宏给拉黑 可事实上吴宗宏根本就不知道城里爸爸的联系方式 拍摄结束之后从来没有联系过 自然也就不存在借钱和拉黑这一说了 还有一虎城在变形时的好友小黑 虽然节目结束之后 一度也有公益人员向小黑伸出援手 但依然没能改变他悲剧的命运 小黑五岁时父亲就因为过失杀人而进了监狱 没多久小黑的母亲也离家改嫁了 从此就只剩下了小黑孤零零的一个人 更令人心痛的是小黑还患有罕见疾病 先天性遗传糖皮质激素缺乏症 因为没钱之病最终于2016年独自离开了这个世界 还有变形剂第九剂中 与李红毅交换的农村小女孩梁小勇 因为纯真甜美的笑容 一度被网友称为是神仙妹妹 梁小勇的家境十分的贫困 从小就挑起了生活重担 会帮父母干家务干农活 背着弟弟走很远的路去上学 可谓是又当姐姐又当妈 可他的性格依然十分的乐观 很爱笑 笑的时候会露出两个可爱的小虎牙 节目播出后因为面容交好 梁小勇也赢得了一些流量关注 上高中之后因为家中的经济压力过大 梁小勇和父母商量之后决定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来改变命运 如今的梁小勇是一名小勇名气的快手主播 这本来是个无可厚非的个人选择 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可是却有一批网友指责梁小勇 说他忘本忘初心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纯真的女孩了 对于网上的种种传闻 梁小勇也曾经发长文进行了回应 他说节目播出之后 自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善 反而遭遇了不少同学的嘲笑和霸凌 有时候委屈的只能躲在厕所里哭 随着自己和弟弟年龄的增长 家中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父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因为腿疾每一天晚上都会疼得睡不着觉 上完高一之后 梁小勇便决定了不再读书 而是出来挣钱 不知我苦无畏感同身受 变形记中的城市孩子们辍学 当网红拍广告 开公司没有人指责 可为什么农村孩子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 让父母和弟弟尽快过上富足的生活 就是忘本不纯真呢 可能就是因为所有观众所期待的 农村孩子的命运走向 就是发奋图强 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但是梁小勇却选择了一条 不符合所有人预设的路 一位曾经参加过变形记的农村孩子 在知乎上说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家徒四壁 会那样赤裸裸地展现在电视机上 此后所欲之人 但凡知道他参加过变形记 都会流露出一种同情的眼神 这种眼神 每一次都会让他自己给自己扒一层皮 不可否认 节目确实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 播出之后也有不少热心人士 给节目中的贫困家庭捐款捐物 可是这些孩子们的命运 并不是这一两次捐助就能够改变的 更何况一直以来都不断有质疑的声音说 那些乡村学校只有配合变形记的拍摄 才会得到捐助 爱心基金沦为了制造节目效果的工具 每一期节目都会有巨额的广告收入 但是这些钱一分都不会用在救助贫困儿童上 变形记原本可以利用节目的超高话题度 为农村的孩子创造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让更多人聚焦到家庭教育的缺失 可是却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消费伤痛 网络造梗的狂欢 参加节目的城市孩子 多少都有一些不受管束 而农村孩子往往都品学兼优 想让一个被惯坏了的城市孩子 通过体验艰苦的生活而变好 尚且可以理解 可是让一个农村的乖孩子 去体验一周城市的生活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是想看看他在这个环境中会不会变坏 还是想让他体验一下 这个家庭为什么会培养出来一个 叛逆交动的大小姐或者是大少爷呢 有人说让农村孩子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可以激励他们发奋图强 可是这些品学兼优的农村孩子 自身已经够努力了 还用得着这么刺激他们吗 都说有减入奢益 有说入减难 世人艾米丽狄金森曾经说过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然而阳光已经使我的荒凉 成为更新的荒凉 在节目中被迫成为卖火柴小女孩的农村孩子们 被给予了一个七天的美梦 却没有人告诉他们 点燃的火柴熄灭后 要怎样去接受更加难以忍受的寒冬 不管是农村孩子还是城市孩子 在这档节目中 都像是一场荒诞人性实验中的小白鼠 2019年11月 第19季《变形记》播出后 节目便再也没有发布过新的消息 关于停播 有人说是因为变形记 遭到了广电的进播 还有人说是因为变形记 这几年来的收视率实在是太惨淡了 13年来铁打的剧本 显然已经没有办法糊弄如今的观众了 某位是为了挽救低收视的局面 便狠心砍掉了变形记 事实上前几季的变形记 也曾经尝试讨论过一些其他的社会话题 比如说让高三的师生母女互换身份 解开彼此的心结 让曾经的田外市长和打假局长 去洪灾山村 带领村民灾后自救 在国际禁毒日 安排两个有过吸毒史 现在正在努力生活的中年男子 去体验对方的人生 但不得不说 戏剧性强 更能够引起感情共鸣的节目 确实更吸睛 所以从第四季开始 迫于收视压力 变形记就变成了这种 完全的农村与城市的 粗暴的互换形式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变形记第一季 第一期网变中 有一段话外音 是这样描述 网瘾少年未成的父亲的 为爸爸指向高远 酷爱攀岩 爬山 远租等户外活动 一有时间就会喊上朋友们出发 哪怕儿子犯了多大的事 都丝毫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还有第七季中的 城市少年施宁杰 他的母亲因为工作极度繁忙 一年都赔不了他两三次 父亲则脾气极度暴躁 有一次生起气来 抄起一把刀 就说要砍死他 父子俩只有在夜总会的时候 才能够融洽相处 在施宁杰15岁时 他的父亲就第一次 带他去夜总会了 《变形记》第一季最后一集 《行走学校》中 节目组请来了两个美国人 体验行走学校的教官生活 所谓行走学校 就是专门招收一些问题少年 通过长途行军的方式来改造他们 每一次行军时间至少20天 行程超过了400公里 两位美国教官在节目中说 惩戒式的受难教育 并不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改变 只会让他们感觉到被抛弃和欺骗 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学校 他们需要的是爱 期待顽略不堪的城市孩子 去农村吃几天苦就痛改前非 是一种赤裸裸的 俏语权利的让渡 是对责任的规避和偷懒 有时候也许最该接受改造的 并不是节目中不听话的城市孩子们 而是他们的父母 那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